白子运动 美国CIA 一位美国的大使馆的 伯恩斯大使 跑到上海 跑到上海三个月前 先跑到上海布局 布完局了以后 就选择在那一天 就在上海搞一个失败的 这个白子运动 也就是颜色革命 而美国的这个手法 中国掌握得很准 所以中国在第一时间 就把它破解了 把它破解以后 它变成一个很失败 而且很丢颜面的一个运动 相关的美国的情报员 跟美国勾连的这些人 有一大部分人都被逮捕了 另外一部分人逃走了 那美国被逮捕的这些人 美国把它称之为 被中国拘禁的公民 其实美国公民 其实就是美国的情报员 不要在那边装了 现在的情况是 苏利文想方设法 要把美国的情报员救回来